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卢文波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三千学术词汇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词根叫做爱,Amy,A,M 那我们都知道身边如果有的女孩叫Amy 这种人一般特别的有爱,特别的善良 我觉得这是我的理解 那么还有就是你们没发现周围啊 在澳洲,那么凡是叫Jessica的 一般都比较时尚,嘟嘟逼人 凡是叫Leo的男生一般都有点呆呆的 当然这是我客人主观的看法了 那么AM,我只是跟你开玩笑 就是指有爱,爱 那么是不是有爱呢 比如说Amy的,我们都知道叫业余爱好者 那么ERUR在这里都是一种遍体 是表示人,是吧 TV的嫌弃后缀A,原因不表意 所以这Amy的,就是爱的人 业余爱好者 那么我喜欢钓鱼,但不是专业的 我只是Amy的 还有一个在加异词汇呢 我们叫做Deletante 这词呢实际上是潜藏则止者 我们叫做Deletante 那么你是Deletante,Amy的 我是一个Pro,Professional 我们来到国外之后 我们发现很多缩写 Hey Bro,Hey Sis Sister,Brother 他就用前几个字母 是不是 所以Pro 好,这是Amy的 我们下面一个单词叫Amyable 和爱的 ABLE是什么的,有爱的 就可以了吗 Amyable 这样还有个字叫Amicable Amicable,Amicable,包括Affable 都是指这种有爱和爱 实际上我相信和爱 我们离开中国很多年之后 你像我,来六年了 那么就可能字背地能写得出来了 Amyable,Amicable 就是稍微更学术一些 好了,我们来看几个图片 你比如说三个小伙伴 相互拥抱 叫Team Amity 你猜就是有爱 这样的一个含义 Amyity 你阅读能力不就提升了吗 好,如果哪个人 Amyable,Amicable 是不是 那我们看Amator 就是业余者 那么继续往下 看一个图片 一个猫 见到一个狗 甚至都去爱 那我们叫做Amicable 也是我刚才口头提到的一个词 叫Affable 你把它记下来 Aff是指说Affable 有些默可名状 不能言说的 比如说叫Inaffable I-N-E-F-F-A-B-L-E 是要来自于Affable的一种变体 Aff变成E Inaffable 是吧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单词 Amicable Affable 有爱的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是陆文文